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蔣美冠 歡迎收看今天9月27日的訪問新聞 如果說特材很恐怖 如果這段保力特社會不特集團是比特材更恐怖 尤其要用比特材特特品和政府 如果是拿軍人 有時還會拿保陶和領特材來委屈人 好感謝 監禁黨幾位加州派力小組 在北港 環境投靠定所在中七名的陷阱來代報幾天 前岸也依照著做這件事 維冠特品控制條例 來散發辦 這處的行動五十位派力小組 亦報請全府府中 本週很多條路三前往陷阱的住處 在前後爆炒的情形下 完全沒有受到地坑 就將人代報 一開始我們是怕這個祖賢 他身上常放有槍枝 所以我們就請那個霹靡小組攻堅 我們是選擇在凌晨早上 所以嫌犯都還在睡夢中 我們在攻進去的時候 他們都還在一臉驚慌 經濟被害人表示 這個集團非常恐怖 若是暴力怕人 恐嚇來吐嘴 連保頭也拿出來 甚至一顆飯事穿要教人 警方表示 被害人說去這段經過 心臨很恐怖 這些被害人當中 有的人還不出錢來 有招他們拿棍棒毆打 還有的還聽聞說 有的被害人就是還不出錢 結果那個祖賢就叫說他的手下 拿眼鏡蛇及斧頭 威嚇這個被害人 如果不還錢的話 就要放毒蛇咬他 因為主犯有刺牌 警方在這邊勤務的過程 有一點怕怕 最後並沒有發現被害人所說的證物 但是這個蛇的部分 我們在執行昨天的查氣行動的時候 因為另外那個嫌犯有案件先行入監 所以我們在執行搜索行動的時候 現場只有查獲一些一二級毒品 及那個新鮮的毒品 K他命 新任的警政司長都就任 就要求各單位全力來擦槍、掃毒 大家賀社會犯罪 為何社會治安 這處檢禁家鄉派力稍作 順利來台北簽名嫌犯 專案依照組織判罪 違反毒品訪制條例來以上發辦 記者歡迎鄉洪昆插方報道